大家好,我们扯着中美关系呗 现在美国这边共和党这边 他们都知道美国现在搞成这样 选举也变成一炮屎 然后美国的左派是无法无天 都是与细胞子有关的 细胞子不搞什么武汉病毒 细胞子不搞什么 这些个妖卧子的话 不再全世界破坏贸易规则的话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 它不会搞得这么麻烦 美国也不会这么难受 美国的左派,左派民主党 之所以现在无法无天 与背后跟中共的勾兑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美国共和党想沉积 把这个局面翻过来 那民主党这边呢 你想想吧 他做了那么多缺德事情 他最想干掉细胞子 因为他干掉细胞子以后呢 就死无对证了嘛 就是杀人灭口嘛 就这么一个思路嘛 所以现在无论是拜登还是奥巴马 还是那些美国的那些大鳄 其实他们都挺想把细胞子干死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事情嘛 你看到没有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传说 说第一呢 说这个美国最新的新任的议长 要在3月5号访问台湾 说这个访问台湾的名单中 居然还有我们家老川 我是觉得有可能 有可能有没有脑传我不知道 我是觉得新来的议长 因为他要想取得这个新议长的光环 他一定要搞点事 他搞谁呢 你看这个最近美国的这个前国务卿蓬佩奥 出了一本书 一个阴寸都不放弃 要为美国而战 里面爆了很多土工的尿 你说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 而我们的这个老妖婆 南西婆罗西 曾经是这个让细胞子气得吐血的 在台湾走了一趟 你说这个新来了一个议长 完了以后 如果你的光芒盖不过这个老妖婆的话 那你威信不够 所以就是全世界都是锁定一个臭流氓 这就是细胞子吐功 这是真的 第二是什么呢 说这个白书记更牛逼 说宣布呢 2023年5月份 要正式邀请我们的蔡老师 英文姐 蔡姐 真的要以总统的身份访问白宫 这是没有过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对这点消息 我是表示存疑 真的是存疑 可以欺负细胞子 但是不能欺负人这样呀 但是这个消息呢 我问了美国的几个朋友 他们说有可能是真的 因为现在最想把习包子干死的人 不是美国的共和党 而是美国的民主党 最想干死习包子的人不是川普 虽然川普是被习包子跟白书记联合起来 把他的总统的大位给抢走的 但是最想干死习包子的还是白书记 因为习包子知道太多白书记的见不得人的事情 他如果不搞点事的话 他的整个家破人亡都有可能 现在全世界的日子最不好过的是美国的白书记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什么呢 说欧盟全票通过的一个法案 禁止这个高端芯片出口中国 法案中不允许一个芯片到中国 这个一个芯片是什么意思 就是14纳米以上的芯片 都不想 就等于把中国就堵死了 你说这细胞子哪也还有 三个东西你试试 第一个呢 识可忍输不可忍 第一个可以忍 反正上次南西婆罗新来的你也没咋地 是不是 这次也也不见得会有咋地 你好吧 你一个议长来就来吧 反正你们美国的议长换的快 是不是 你说不定来的没一天你就下台了 是吧 那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就忍不住啊 你还请蔡姐 我们的英文 英文老师你去这个什么 美国访问白宫这忍不住 是不是 这不行 第三呢 就是什么呢 芯片这个东西也忍不住 真的 没有芯片那细胞就完蛋了 是不是 所以挺有意思的啊 美国人的日子不好过 包子里的日子更不好过 美国人要想脱困 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激将包子 把包子逼到什么 无楼可退 看包子能不能弄袖子 你不是弄袖子吗 你不是天天自卫吗 你试一下呗 然后就开始把搞死了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这几天 在在在在在 他的牛逼轰轰的 牛翻天的航空母舰 在这个南海 就在那里就巡航 就在那里趴着 就在那里叫板你 一开始吐放消息 说中国的什么山东号 中国的什么辽宁号 也开到南海去了 后来有人就放出照片 觉得他妈的那两个破 他们装修件 都是两个寄宴 吸包子给空气上去 嫖个仓什么的 倒是可以 根本就没有开出港口一步 好吧 就停在岸边 是不是都是他妈烧柴油的 你冒着黑烟跑到南海 船还没到南海 油烧完了 你说怎么办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帮帮忙 所以美国他搞这些事情呢 其实他们也是有目的的 就是把席包子逼上两山 是不是 你打不打吧 是不是 你不打你是我孙子 是不是 你不打你 他那王八狗 狗他妈 一定是这样子 逼着你打 他跟对付 跟这个美国在乌克兰 事情上是一样的 他就是不断地给你添火 不断地搞 是不是你俄罗斯 你打不打吧 你不打你是孙子 是吧 你打了以后 你国家就垮了 就这么地 美国人最会搞这些东西 其实它是一种什么战略呢 是一种军事消耗战略 就这么简单 军事消耗战略 你打你中招了 你不打 你普京也好 席包子也好 你就 就那个 这个 胸口就那么大 是不是 你气量不够 你会被自己给骗死 你一打 你就被美国人 就带到沟里面去了 他就这么一个东西 杀人于无形 包子不好弄的 所以就在这么一个形式下 我看到美国又放了一个消息 我觉得美国人可脚化了 推坏 我觉得 说美国有一个前空军的总司令 然后接受一个媒体的采访 也是国会山的一个媒体 说预测中美会在2025年开战 一定会打 说他还说了一句特别的装逼的话 我希望我是错的 但是以我对中美两国的战事的分析和了解 这两个国家在2025年一定会打 说习近平这个人没有退路可以走 他必须打 他一打 他就活到头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最多还能活两年 我们就很高兴了 我们非常高兴 一想到西包子只能活两年 那我们高兴坏了 西包子一死 中国人又可以开始吃喝嫖酒糙 又可以开始过日子 我说五十四次 中国这个国家 你不要指望了 他变成一个什么日本式的民主的国家 韩国式的民主的国家 台湾式的自由的国家 那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中国就永远就是 你只要让中国老百姓有口饭吃 是不是一起扛枪一起嫖娼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就不错了 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 一个人的价值观 一个国家的价值观 与他的生活方式 他是般配的 是不是 你不要要求中国太高级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就在那里 不是共产党也喊 很多250的公职也在喊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不是 我告诉你 西包子死了 就形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 真不如开玩笑 所以我每次听见有人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就很不得上去抽他一耳 抽他一耳光 是吧 越蠢的人越爱说这个话 为什么呢 蠢到蠢成猪的人 才会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真的 我一直就这么认为 我以前在北京 我在大型中 给他们讲课 我有时候去做嘉宾 会议场上 我都这么说的 反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都是老子心水的人 都是猪 是不是 共产党这么说 他有他的目的 是不是 你这么说 你是个纯种大傻叉 因为复兴复兴是指过去的辉煌的年代重新回来了 是不是 这叫复兴吗 西方有文艺复兴 是不是 他都这么来的 你复兴他是有坐标的 他是有对象的 你中华民族事项伟大复兴 你复兴到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 你问共产党他不明白 是不是 习包子复兴 他实行伟大复兴 复兴到文革 你乐意吗 你不乐意 是不是 所以有人说复兴到宋朝 宋朝他是分裂的 一会南宋 一会北宋 是不是 而且宋朝的面积很小 那个时候很多地方都不是中国这个地方的人 是不是 你说复兴到唐朝 唐朝他们是一族统治 我跟你说 唐朝是一个殖民地的200多年300年的唐朝 不是中国人自己统治的好吧 真的 要说你从我所比较擅长的 这个所谓的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的话 真正的复兴是复兴到什么时候呢 是复兴到春秋战国 是不是 春秋战国之后是什么呀 是秦始皇统一祖国 统一中国 统一文字 那也就是说 习包子喊得最凶的伟大复兴 他不是复兴到统一 而是复兴到分裂 那春秋战国就是 就是各个不同的国家嘛 那时候孔子老师开着一个破马车 然后完了以后就在各个不同国家之间转悠嘛 希望有一个国王欣赏他 给他一贯半真 让他当那个时候的王滬林嘛 那不就那意思嘛 是不是所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与习包子两年以后死掉 那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而是正相关 而是英国关系 习包子一死 中国马上就全国分裂 每个省都独立 那个时候是不是什么春秋战国 不是什么春秋七国八国的 而是三十几国 云南叫云南国 湖南叫湖南国 湖北叫湖北国 上海叫户国 是不是 四川叫蜀国 中国这个国家 你要想变成一个文明的国家 我跟你说就两个办法 真的就两个办法 第一 就刚才说的分裂 分裂成很多个小国 像今天的欧洲一样 是不是 你只要是一个村里面 你都可以分 都可以变成一个国家 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分裂 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不愿意分裂的话 可以像美国一样 每一个省自治 完了以后 那形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每一个省有自己的经济 有自己的财政 有自己的经济 有自己的法院 甚至某种意义上 有自己的军队都可以 实现一个什么 多省自治的 这么一个联邦制度 学习美国的制度 就这么两个东西 我跟你说 但凡你搞统一的 中国就像猪狗 生不如死 地狱一样的 我跟你说 中国上下五千年 最坏的人是谁 你不爱欲 或是习近平 是秦始皇 中国这个国 这个地方的黄金时代 是春秋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 是不是 诸子百家 很多个国家 是不是 那是最好的时代 这跟圣经传统是一样的 人类最后的黄金时代 是什么时候 是一脸圆里 是不是 你以为呢 所以 这是一个常识 所以我看到 美国跟中国 现在较劲 美军 空军司令员说 2025年要打仗 然后习包子 最多还能活两年 我就很高兴 因为习包子已死 中国真的有可能 变成很多个国家 以后我们去上海 我们去上海国 是不是 我们去上海大使馆签证 是不是 然后在上海走一遭 去吃点小羊生煎 起不快再 是不是 习包子 那个时候是谁 哪根葱 不知道 谢谢